水扇 土牆 火烈 契合 大家好 我是老爹 先來個匠士神通千千提要吧 來到了大帝國的神通王小隊 終於找到了新的夥伴 安的運土神功師父 超可愛的雛鳥達弗了 蘇卡也在萬智堂圖書館 找到了可以打倒烈火魔君的重要情報 日時計畫 可惜 所有人逃出圖書館時 發生了意外 阿爸被運殺神功給抓走了 安能夠成功找回阿爸嗎 神通王小隊的霸心在之旅會順利嗎 馬上讓我們進入 《匠士神通》最後的氣中系列 最黑暗的篇章 霸心在篇吧 那麼今天的影片要開始了 觀看影片之前 各位記得先點資訊卡 去看上一集解說 才不會錯過劇情 也歡迎訂閱我 觀看每週最新的劇情解說喔 飛天蠻牛是潔氣神通小和尚們 一生的夥伴 每個潔氣神通小時候 都會選擇一隻飛天蠻牛 他們會如同兄弟一樣 一起長大 一起學習 當安被冰封時 阿爸也陪伴在他身邊 如今百年過去了 安身邊所有認識的人都已經死去了 在這場充滿戰爭 無情的世界裡 他只能夠相信阿爸 只能夠和阿爸相依為命 他們是大器木族最後的成員了 這就是為什麼 安每次處理阿爸的事情 都會變得焦躁、憤怒 如果安是最後的潔氣神通 那阿爸就是安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佳人了 聽聞了阿爸 可能被送往霸心賽 神通王小隊決定繼續前往霸心賽 畢竟除了阿爸以外 也必須把日式情報 告訴霸心賽的大帝王 路途上 他們遇見了一組 大帝國的難民夫妻 這位太太她懷孕了 丈夫想在他們的孩子出生前 趕到霸心賽 那我們可以一起走啊 我們可以走盤蛇關戰道 不行 盤蛇關是給亡命之徒走的 那裡很危險 一般人是過不去的 而且也很容易被烈虎魔軍發現的 我們可以一起去滿月灣啊 那邊有杜倫 很隱密 是專門帶難民去霸心賽的最好工具了 聽了建議 神通王小隊 跟著這一組難民夫妻 來到了滿月灣 滿月灣有非常多的難民 所有人都在等著搭杜倫 大家都想待在霸心賽安球的城牆裡 當然 就連祝克和大伯愛河也一樣 通過愛河在白蓮教大長老教友的地位 他們受到的幫忙 可以乘船前往霸心賽 展開全新的生活了 不是欸 我們為什麼要前往大帝國的首府啊 我是皇子 你也是皇室成員 去那邊不會很危險嗎 放心吧 祝克 霸心賽到處都是難民 別忘了 當年就連我也攻不了霸心賽啊 那邊對我們來說是最安全的 在白蓮教的幫忙下 愛河和祝克 畢生通往小隊 現一步的乘上了前往霸心賽的船 我竟然會回到讓我這一生 最丟臉的地方去 而且還是當個遊客 搞清楚大伯 我們不是遊客 我們是難民 在這艘船上 每個人都要吃廚餘 我真是受不了了 這時 令人難忘的角色出現了 是自由鬥士傑 他帶著另外兩位自由鬥士 臭蛋和長沙 一起登上船 經過了水壩事件以後 他們也決定前往霸心賽 展開新生活了 聽說 船長吃的是三針海味 結果餵我們吃廚餘 你不覺得不公平嗎 要不要幫我們弄點好吃的 有道理 走吧 傑和諸客聯手開稿 從船長室那裡偷了一大堆美食 看見諸客的身手 傑詢問了諸客 要不要組成新的自由戰士 但諸客拒絕了 他只想低調在霸心賽生活 不過這時 愛河做了一件非常初心的事情 他偷用了正火神功熱茶 雖然沒有直接看到愛河發功 但傑發現了這個細節 他基本上從這杯茶就可以確定 這兩個人是正火神通 是烈火國的人了 難怪他會拒絕我 從他臉上的傷疤 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敵人了 另一邊 神通王小隊來到了滿月灣 搭乘渡輪是要買船票 看護照的 兩個南極遺族 還有一個被冰封百年的神通王 是有什麼護照啊 可是他是神通王欸 喔喔是喔是喔 你看那邊有很多神通王喔 原來有一大堆難民啊 都想依賴神通王的名號 混進八星賽 沒事交給我吧 達福 拿出了北方家族的家徽 哇是黃金珠家徽 能夠為北方家族效勞 是我們的榮幸啊 很好 你也看到啦 我是個蝦子 這三個人是我的僕人 給我四張票吧 黃金珠家徽太高貴了 達福成功拿到了四張船票 在登船前 又一個令人難忘的角色登場了 不對應該說 是令蘇卡難忘的角色 三子 三子 和其他的京島戰士 在當時神通王 與蘇卡的鼓勵下 決定加入戰爭 來霸心賽幫忙了 你們呢 你們為什麼會來滿月灣 你們不是有阿爸嗎 阿爸失蹤了 我們希望 可以在霸心賽找到他 聽見阿爸失蹤了 三子馬上關心安 夠了 我說過我沒事 你們別再關心我了 提到阿爸的事情 安依舊焦躁不安 神通王 可以幫幫我們嗎 跟他們一起來的夫妻出問題了 他們的行李被偷了 護照船票全都沒了 神通王想幫忙求情 可惜 沒有船票就是不能登船 好 那沒關係 我帶你們走盤舌觀戰道吧 聽到要前往那麼危險的路 三子也決定 陪著神通王小隊一行人 一起前往 因為戰爭 流離失所的難民太多太多了 明明是接納難民的地方 就連通龍孕婦搭船都不允許 阿爸被抓走 徹底讓安 對這個世界失去希望了 如同潘舌觀 關口上面寫的一樣 絕望 安開始認為 懷抱希望 只會帶來絕望 潘舌觀戰道路途遙遠 不是一天就能夠抵達的 附近 還有許多力活魔軍的戰艦 重溫中 他們在進行一項可怕的計畫 凱塔拉安慰了安 希望安 不要因為失去阿爸 而變得冷漠無情 不只是安 變得心煩意亂而已 看見三子的蘇卡 心情同樣焦躁 在水上王國 他失去了浩月 三子也是他在乎的女孩 他很擔心 會再次失去三子 他開始異常的保護三子 深夜 他看著月亮 想起了他失去的浩月 聽我說三子 跟你分開後 我遇到了在乎的人 但我無法保護他 我不希望 再次發生一樣的事情了 可是 我也失去過在乎的人呢 他沒有死 他只是離開了 他勇敢 聰明 又搞笑 笨蛋 那個人就是你啦 三子詳心蘇卡 但蘇卡拒絕了 或許 他是不想投注更多感情了 如同安所說的 隔天所有人繼續前進 海裡出現了一條巨大的海龍獸 這條海龍獸 是盤蛇棺戰鬥的守護神 正因為有他助手 盤蛇棺才會寸步難行 安用飛杖飛的上去 和凱塔拉兩人合作 製造了海龍捲 成功打退了海龍獸 太好了 過了盤蛇棺就可以看見城牆了 應該沒什麼事情 可以讓我們擔心了吧 我要生了 什麼 你不能忍嗎 凱塔拉決定在這裡 幫孕婦接生 達福製造了巨大的帳篷 安幫忙裝水 嬰兒順利的出生了 夫妻感動的把女嬰取名為希望 看見嬰兒可愛的樣子 安流下了淚水 太多的挫折 讓她失去希望了 但她沒想到 在這場戰爭中 竟然還存在著希望 安知道自己 應該為什麼繼續戰鬥下去了 我以為我自己夠堅強 但實際上 我裝冷漠 都只是在逃避 看到一家人充滿幸福的樣貌 讓我想起了我和阿爸的過去 還有凱塔拉 我也想起了我對你的感情 對不起各位 我要離開了 我必須去找阿爸 安拿起了飛杖 離開了帳篷 三子也和蘇卡告別了 等等 你幹嘛要走啊 你不是要跟我們一起前往霸心賽嗎 蘇卡我回來 是為了看到你安全抵達 所以你跟來 是為了保護我 蘇卡 昨天的事情很抱歉 我不應該親你的 聽到三子是為了保護她而來的 蘇卡進攻了 兩個人再次接吻了 不過 安逸被到城牆 看到的不是希望 是再次迎來的絕望 怎麼有超大的電鑽啦 原來 獵活魔軍秘密計畫著的 就是用這把超大電鑽 撞開霸心賽的城牆 當然在巨龍鑽裡面的正是亞蘇拉帶領的妹子三人組 他們也來到了霸心賽 執行巨龍鑽計畫了 不行 這太難對付了 安回到的隊友身邊 蘇卡想到的好主意 帶著所有人從內部破壞電鑽 打浮物跳動的地面 揚起了風沙 大家快點躲到隧道裡吧 我會帶大家進去的 所有人跳進了隧道 這下面好黑 完全看不見 喔不 好可怕喔 抱歉 開塔拉和安從內部攻擊 破壞電鑽的結構 最後 再由安從外部給電鑽致命的一擊 終於 三拖王小隊 合力把電鑽給破壞掉了 獵活魔軍的計畫失敗了 安 順利的來到了霸心賽 拯救了霸心賽 太好了 那可以安心的尋找阿爸了對吧 恭喜 並沒有 霸心賽 想像的那麼完美 不 應該說 他太完美了 聽聞了神通王小隊來到了霸心賽 皇宮馬上派的導遊 喬弟 來照顧大家 我們 有關於烈火國的重要情資 必須馬上告訴大帝王 好啊 我們出發吧 最後我會送大家回家的 你們會很開心的 不是 我們不要住新家 我們要談的是戰爭 放心啦 霸心賽很安全的 霸心賽 有許多個牆 城牆一層一層的 包括各式各樣的人民 在下城區住著的是工人 窮人 難民 當然啦 諸葛和愛河也住在下城區 他們找到了一間茶館的工作 不是啦 我們沒有要參觀 我們要找大帝王 喬弟 完全沒在聽 繼續介紹中城區 很快的 他們來到了最高貴的上城區 皇宮外 有許多的禁衛軍 這些禁衛軍啊 是保護整個霸心賽皇宮 最強大的運土神通 來這裡的氣氛 和下城區 還有中城區 完全不一樣 終於到了 你們的新家了 神通王小隊 也住在上城區 跟你們說個好消息喔 你們想見見國王 已經得到許可了 只要等一個月就可以見到囉 一個月 一個月過完了 我看戰爭都打完了吧 要等到什麼時候啦 開塌塌想到的好方法 他在門外啊 收到傳單 大帝王 要為自己的熊熊寵物 舉辦晚宴 神通王小隊決定混進去 看到他們的橋地非常緊張 你們幹嘛 你們要趕快離開 被發現就麻煩大了 我們說了我們要見大帝王 你們不明白你們快走啊 橋地緊張的 推著書卡一把 這讓安不小心 把水潑到貴族身上 天啊你是神通王 我不知道神通王 又出席晚宴欸 突然 靜衛軍出現了 把所有人給抓走了 不只是神通王 被抓走了而已 懷疑愛河和諸客 是正火神通的結 沒日沒夜的監視茶館 跟蹤他們 想找到任何關於正火神通的蛛絲馬跡 但心急的他 沒有等到愛河露現 他決定直接攻擊諸客 強迫諸客正火 諸客當然不會那麼輕易露出馬腳 就算是下城區 可怕的靜衛軍 也禁止有人在這裡搗亂 靜衛軍 帶走了結 神通王小隊被盜到了圖書館 神通王 很榮幸可以見到你 我是龍鳳 大帝國的宰相 靜衛軍的御守 幹嘛帶我們來這裡啊 我們要告訴大帝王 戰爭的情報啊 抱歉 大帝王太忙了 他的天職 是保護霸心塞的文化 他的職責 僅跟文化有關 任何戰爭 軍事 政治 都在我這裡處理 所以 國王根本沒有實權 他是你的傀儡 不不不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他是大帝王 不擅長處理戰爭的 可是 只要日時那一天進攻 滅火魔軍就會節節敗退的 夠了 你們的計畫太荒謬了 霸心塞 不准提任何關於戰爭的事情 戰爭的訊息 只會讓霸心塞陷入恐慌而已 傳統文化 平和寧靜都會消失的 這裡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霸心塞沒有戰爭 在霸心塞 不准提到戰爭 這樣 這裡才會是理想國 才會是全世界最後的淨土 你們不能夠隱瞞事實 百姓有權知道戰爭 抱歉 在這裡提起戰爭是禁止的 從現在起 禁衛軍會24小時監視你們 我知道你們在找飛天蠻牛 你們最好快點離開 你們如果不想離開這裡 最好乖一點 守規矩一點 橋弟會送你們回去的 等等原本的橋弟呢 怎麼換一個人了 看來因為三個橋弟失敗了 現在換了一個新的 神通王小隊被強制關回家裡 那傑呢 他就沒那麼好運了 他在霸心塞的地下世界 被禁衛軍抓住 遭到的洗腦 搞了半天 看似和平臨界的霸心塞 根本全都是獎項 他們利用逞強 嚴格控管 施加規矩 封閉了所有對外界的情報 也是監獄 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監獄 那阿爸呢 阿爸被抓到哪裡去了 暈殺神通 將他變賣給了烈火鍋的商人 烈火鍋的陣火神通 把他給關了起來 變成了馬戲團的表演動物 這可惡的陣火巡獸員 不給阿爸飯吃 攻擊阿爸 燒傷阿爸 還好 有一個善人的小孩 鼓勵了阿爸 他的身影 讓阿爸 想起了小時候陪伴在他身邊的安 阿爸逃跑了 飛出了馬戲團 但在這片一望無際的沙漠中 阿爸能夠去哪裡呢 森林中的山豬王 瀕臨氣絕的 躲避在了森林的山洞中 還好 三子與其他的金島戰士 跟著足跡 找到了阿爸的位置 金島戰士們 非常用心的 照料阿爸好幾天的時間 他們讓阿爸身上的傷 慢慢恢復了 準備把阿爸送往八星塞 尋找神通王了 不料 巨龍傳計畫失敗的亞蘇拉三人 跟著阿爸身上毛的足跡 發現了驚喜 哇 沒想到這裡沒有神通王 竟然有神通王的朋友 沒關係 神通王的朋友 就是我的敵人 亞蘇拉三人組展開的攻擊 想在安 找回神通王之前 抓走阿爸 金島戰士們 用命保護了阿爸 阿爸 快走 快去找安 快飛走 三子和其他的金島戰士 根本不敵亞蘇拉三人組 他們就這樣被抓得起來 好不容易有人照顧阿爸了 但阿爸卻再次回到了 流離失所的日子 難過了他 只能夠憑著記憶的路 來到了中東山大起事 他在這座大起事 休息 倒下了 回憶了童年的種種 等等 怎麼有個光頭啊 過度疲倦的阿爸 看到了光頭 還以為是安 他並不是安 是在大起事 等待安的霸奇大師 看到阿爸身上的傷 霸奇大師知道 阿爸最近 經歷了非常多的痛苦 知道嗎 阿爸 我在這裡 等待你和小神通王好久了 你的心極為不安 但我會幫助你們的 霸奇大師寫了一封信給安 並教導阿爸 如何控制氣場 來找到安 阿爸 跟著汽油的位置 快速的飛到了霸心塞 但這 當然也被龍鳳的進衛軍給發現了 龍鳳 搶在神通王前 抓走了阿爸 再次把阿爸給關了起來 經過了幾天的時間 為了找阿爸 安漢可以打拉去印刷店 印了眾多阿爸的傳單 這讓喬弟馬上來警告安了 你們不能亂發傳單 這是禁止的 等等 喬弟 原本的那一個 你之前去哪裡了 你被進衛軍抓走了嗎 怎麼可能 我只是去勞改湖度假而已啦 安不接受喬弟所說的規矩規矩規矩 我管你哪來的規矩啊 我不想再申請許可了 你們不想幫忙就滾好不好啊 YA 可以違規囉 大夫很開心的 把門給破壞掉了 終於可以開始違規了 所有人開始在城裡亂發傳單 祖客當然也拿到傳單了 神通王就在霸心賽裡 我又有機會可以抓住他重訪我的榮耀了 可是祖客啊 我們在這裡重新開始而已欸 你看 我泡沙的技術 受到了全霸心賽人民的歡迎 有錢人 要贊助我們 前往上城區 開一間屬於自己的茶館了欸 如果你又惹事了 我們可能會失去所有美好的一切 不 並不美好 一點都不想過這種生活 平靜的日子不好嗎 你要好好想一想啊祖客 你的人生目標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當然是因為我要完成天命啊 祖客 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瘋狂發傳單的事情 也傳到了龍鳳而裡 好 既然這群神通王那麼麻煩 乾脆把他們給吸引走吧 不能夠這場霸心賽陷入危險了 龍鳳想到了劍招 他控制了傑 讓傑去傳送假訊息給神通王小隊 再次看到傑 開塔拉非常憤怒 但聽他的心跳聲 答覆確定 這男的沒有說謊 傑帶來的消息 他帶著所有人來到一間牧場 這裡還真的有阿爸的毛 打掃這間牧場的老人也說了 那頭巨獸昨天被帶走了 被帶到了偏遠的小島去 偏遠的小島 那你離這裡超級超級遠的 沒關係 反正只要能夠找到阿爸 我們隨時能夠回來啊 得到阿爸的位置 大家開心的前往偏遠的小島 還好 湊丹跟長沙發現了傑 傑 傑你怎麼在這裡啊 你怎麼逃出禁衛軍的 禁衛軍 什麼禁衛軍 你忘了嗎 你被禁衛軍逮捕了 你被押走了 哪有 我好好的在城底工作啊 沒道理啊 答覆感應了兩人的心跳 他們都沒有說謊 這不可能吧 不 這有可能 傑一定是被洗腦了 聰明的蘇卡 看出了傑的意狀 禁衛軍 一定放了傑來誘導我們 阿爸 一定還在城裡 開塔拉 試著使用治癒能力 來修復了傑的大腦 讓傑 慢慢的想起了過去的事 我想起來了 我在地底 湖底下 有個走步 對啦 勞改湖 我就是被抓到勞改湖去關了 傑 帶著神偷王小隊 來到了湖邊 答覆很快的 找到了這裡的通道 勞改湖基地太可怕了 這裡有好多好多的橋地 每個人都被洗腦了 變成了良好的導遊 被關進來的傑 曾經看到這裡 有一間很大的牢房 阿爸一定被關起來了 可惜了 在安找到阿爸之前 又被搶先一步了 這次是出客 他還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心 帶回了聖男二林的面具 潛入了勞改湖 想抓走阿爸 當成交換神偷王的談判籌碼 很好 你是我的了 你好啊 聖男二林 大伯 你怎麼在這裡 出客啊 出客 你抓到飛天蠻牛之後 有什麼打算呢 當然是把他帶出去啊 然後呢 你根本沒有想清楚對吧 就跟你在北極的時候一樣 你抓到的神偷王 結果反而走投無路了 不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少來 你不知道 要不是神偷王的朋友 當初救了你 你早就被凍死了 但抓到神偷王是我的天命啊 不 這不是你的天命 這是別人灌輸給你的 扭曲價值觀 我必須這麼做 不 諸客皇子 我求求你 你要開始自行了 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可惡 諸客聽了很生氣 他氣的不是大伯 而是他自己 氣他自己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氣他自己的心 定不下來 諸客放走了阿爸 憑著記憶 傑 帶著神偷王小隊 來到監獄 沒想到掉落的陷阱 靜衛軍開始攻擊神偷王小隊 但面對達福 這些運途神偷 也只是小兒科 眼看 靜衛軍要輸了 東風 引出了傑 還有安 快告訴我 阿爸在哪裡 小神偷王啊 你真的很難搞耶 我給你最後機會吧 帶著你的寵物離開 永遠不要回來了 我就撤銷 你所有的罪狀 你沒資格開條件 是嗎 對 你沒資格 好喔 那傑 陛下邀請你 到勞改胡度假 聽到勞改胡這三個字 傑馬上被洗腦了 他開始攻擊鞍 不 傑 快想起來啊 想起真正的你啊 我是你的朋友 執行任務啊 傑 不 他不能逼你 你是自由鬥士啊 自由鬥士 對 我是自由鬥士 身為自由鬥士的爭議 過去的種種 突然像跑馬燈一樣 浮現在了傑的記憶中 我是自由鬥士 傑反抗了洗腦 丟出了武器攻擊龍鳳 龍鳳也不客氣的 直接運土 殺死了傑 愚蠢 這是你自尋死怒的 不 傑倒了 凱塔拉 想幫忙治療傑 但他傷得太重太重了 臭丹和長沙也來了 我們會負責照顧他的 你們快走吧 可是他真的傷得很重 凱塔拉 你放心 我會沒事的 你們快走吧 好吧 神通王小隊 丟下了自由戰士 他說謊 達夫聽出了 傑在說謊 傑自己也知道 他已經撐不下去了 傑就這樣 在自由鬥士的懷裡 壯烈犧牲了 來到了阿爸的牢房 阿爸早已經被朱克給放出去了 怎麼辦 沒關係 現在追出去 還來得及的 到了湖外 龍鳳命令的所有禁衛軍 困住神通王 還好 毛毛感應到了熟悉的氣息 是阿爸 阿爸終於來救大家了 他撞破了禁衛軍的牆 把龍鳳給拋飛了 阿爸終於見到你了 我好想你喔兄弟 所有人都哭著抱著阿爸 離開了勞改湖 朱克也決定 放棄森藍二林的面具 他知道 這並不是他 好了 阿爸回來了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蘇卡想做的還是一樣 告訴大帝王運勢的事情 可是 我們最近運氣很差欸 真的可以成功嗎 放心啦 我有預感我們要出運了 好吧 那就試試看吧 有了阿爸 神通王小隊 超級輕鬆的 衝入皇宮 指導黃龍 面對一大堆的運土神功 丟來的飛石 安根本不在乎 把所有石頭打碎 所有人降落到的地面 大戰皇宮的運土神通 人再多 都拿神通王小隊沒辦法 開塔拉超強的手邊 加上達福 誇張的以利擋擺實力 天啊 達福甚至可以控制所有樓梯 幫大家開一條向上的電梯啊 僅僅依靠四個小孩 把星塞皇宮就被攻破了 那還需要軍隊啊 這就是神通王的實力 四輪軍隊 龍方不停的挑撥 他們是來造反的 還好 大帝王養的熊 布斯可 跟安很親近 這讓大帝王 願意聽聽看 安想說什麼 為了讓大帝王 可以看見戰爭的證據 蘇卡把皇上 送到了老改胡 但這裡的證據 早就被消滅了 沒關係 外面還有鑽頭啊 那個大怪鑽一定還沒被處理掉的 大帝王坐上了阿爸 他終於看到了大怪鑽 他相信了神通王小隊所說的 世界正在戰爭的事實了 龍鳳被抓了起來 原來我長久以來保護的城市都是虛假的 我是個笨蛋國王 我們時間不夠了 如果讓烈火王 吸收會心的力量 就沒有人可以打贏他了 但還有計畫 我們可以利用日時 在烈火魔軍功力消失的那一天 進攻烈火國的 好 試試看吧 大帝王 派出了所有將軍 來和神通王小隊合作 一切真的越來越順利了 將軍 收了龍鳳藏匿的物品 發現霸心賽所有人都有秘密檔案 也包括神通王小隊 達福的父母寄信給了達福 他們來到了霸心賽了 想見見達福 把其他師寫的信給安 也終於交到安手上了 把其他師說 他有辦法讓安控制神通王顯靈模式了 希望安可以到中東大騎士去找他訓練 南基水族 雖然沒有秘密檔案跟信 但有一份戰報情資 有一支來自水族的小星穿件 正在變色龍灣 領袖名為阿古達 就是蘇卡和凱塔拉的父親 很好那現在目標就很明確了 四個人必須分開行動了 安去學習神通王顯靈模式 達福去找父母 蘇卡也希望凱塔拉 可以協助他們的父親 他必須留下來 在霸心賽 幫助將軍們制定計畫 不 蘇卡 我知道 你比我更想去對吧 你去吧 我留下來幫忙 天啊 你真是史上最好的妹妹了 就這樣 蘇卡和安 即將乘著阿爸離開霸心賽了 離開前 將軍和國王匯報 外面有三個女戰士求見 自稱來自京島 哇 是京島戰士 蘇卡跟國王掛保證 京島的女戰士是絕對可以信任的 國王也順理成章的相信了 但蘇卡沒想到 這三個京島女戰士 是雅蘇拉三人組假扮的 他們打算從內部 控制整個革行賽 更糟糕的事 國王無意間的 把日式進攻計畫 告訴了雅蘇拉 達福跟著信件地點 到了跟母親約定的地方 沒想到這是皇子 是收了錢的余師父和新婦 他們用鐵籠 把達福給管了起來 還好 還是有好消息在的 蘇卡 終於見到了他的父親阿古達 也把蘇卡當成一個真正的勇士看待 安也造的中東大騎士 八七大師 開始教安如何控制顯靈模式 安 想要完全操控顯靈模式 必須開通你的脈輪 人體有七個脈輪 每個能量中心都有作用 但也會被七情六欲所影響 你要注意 一旦開始開啟脈輪 就要七輪全開 不然就沒機會了 首先開啟的是土輪 他肢掌生存 恐懼會阻斷土輪 安的恐懼是被聲蘭惡靈給殺死 被烈火王給打倒 還有無法控制神通王顯靈模式暴走 經過打坐 安的恐懼消失了 開啟了土輪 接著是肢掌喜悅的水輪 內疚感 會阻礙水輪 安最自責的是逃離了神通王 該有的責任 被冰封 他的逃跑傷害了許多人 安接受的現實 為了給天下蒼生帶來喜悅 他寬恕了自己 開啟了水輪 接著是火輪 肢掌意志力 阻礙他的是恥辱 讓安最大的恥辱 便是過去學習正火的時候 弄傷了凱塔拉 從那之後 他再也學不會正火了 不能否認他 你是神通王 所以你也是正火神通 不要對自己感到失望 安開啟了火輪 第四個輪是星輪 肢掌愛 悲傷 是他的阻礙 你必須放下悲傷 最讓安悲傷的事情 是他無法拯救大器木竹 眼睜睜地 看著最愛的親人消失失去 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愛是一種能量 他不會消失 他會包圍你的 大器木竹對你的愛沒有消失 安想起了他必須保護的人 開啟了心輪 第五輪是身輪 肢掌的是真知 謊言是阻礙 安多次欺騙別人 他不是神通王 但他不應該欺騙別人 也不應該欺騙自己 因為安就是神通王 他必須接受自己 是神通王的事實 安開啟了身輪 第六輪是光輪 肢掌自覺 幻覺是光輪的阻礙 安理解了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 其實都是幻覺 四大族之間都是人類 都是家人 是因為力量而分家的 其實沒什麼兩樣 分離他們的都是幻覺 安開啟了光輪 最後是第七輪 天師輪 智掌宇宙靈力 只要開啟這一輪 安就可以完全操控顯靈模式了 並操控所有前代神通王所有的力量 但阻礙這一輪的是牽掛 安的牽掛 是家人 是朋友 是凱塔拉 安沒辦法 他真的沒辦法放下牽掛的事情 他沒辦法放下凱塔拉 因為他愛凱塔拉 你應該放下他 可是我為什麼要放下他 想要完全控制神通王顯靈模式 你就必須放下 安準備接受宇宙所有的靈力了 但就在他準備放下凱塔拉的時候 他看見了凱塔拉在把星賽正遭受危險 安放棄了 他必須拯救凱塔拉 他決定放棄宇宙靈力了 不 安 你如果選擇牽掛 你將會永遠沒辦法開啟天師輪 你將永遠無法進入顯靈模式的 對不起 凱塔拉更重要 安的話不說的行動了 凱塔拉到底遇到了什麼危險 他和將軍們開萬會 已經討論完成了 烈火國的進攻計畫了 他想親自把計畫交給大帝王批准 在前往皇宮之前 他經過了愛河和諸克開的茶館 一看見愛河和諸克 凱塔拉簡直不敢相信 難道霸心賽 已經被烈火魔軍入侵了嗎 他趕到了皇宮 沒想到在皇宮內的不是大帝王 而是假扮成金島戰士的亞蘇拉山人主 哈哈 原來我大伯和我哥哥都還在喔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喔 凱塔拉瞬間被點穴 關進了地牢 感應到凱塔拉有危險的安 出發來到了水族基地 蘇卡知道這時候看到安一定沒好事 霸心賽肯定出事了 他再次告別了父親 撐上了阿爸 另一邊被關在鐵籠的達福 想要逃出去沒那麼簡單 他只能夠靠自己了 如同安開啟光輪一樣 世間的一切都是幻覺 現在摸著的鐵也只是幻覺 他也是土所轉變的 也是土的一部分 達福依靠自己 禮物的超鐵術 現在達福連鐵都能夠控制了 天啊我真是太強了 他把余師父還有心腹給關了起來 趕緊的回到霸心賽 和安還有蘇卡會合了 可怕的亞蘇拉 才進霸心賽 幾天不到的時間而已 就完全控制了龍鳳 所擁有的最強進衛部隊了 知道哥哥和大伯都來這裡了 怎麼可以放過呢 他欺騙了愛河的茶館 要愛河和諸客 到皇宮給大帝王鳳茶 好久不見了 珠珠 這些進衛軍 都是我的人啦 他們雖然是運土神通啊 但卻有著陣火神通 殘暴的特質喔 超棒的 笑死 你以為我不會看出這些陷阱嗎 難道你不知道 我平溪巨龍的稱號是怎麼來的嗎 愛河大伯喝了一口茶 吐出的熊熊烈火 開始跟諸客逃跑 不行 霸心賽已經被亞蘇拉滲透了 逃到哪裡去都沒用的 再跑下去 兩個人都會出事的 諸客要愛河先離開 他留下來對付亞蘇拉 哇 珠珠 你要對付我的純青雷火嗎 沒錯 我要向你挑戰 好啊 我接受挑戰 亞蘇拉 嘴巴說的接受 實際上 還運土神通 直接把諸客關進大牢 終於 安回到了霸心賽 但當然 人去樓空了 還好 愛河大伯 趕到了安的住所去 請求神通王幫忙 想跟神通王合作 一起把人救出來 必問敬衛軍才知道 皇宮底下 還有一個水晶地下城 人 一定被關在那裡 分頭行動吧 安和大伯 去救諸客 和凱塔拉 達夫和蘇卡 去警告大帝王 保護大帝王 諸客被關在了 和凱塔拉相同的地方 當然 看到諸客 凱塔拉超級不爽 認為這界 根本都是騙局 這是圈套吧 等到安來救我了 你就會攻擊我 把我當成籌碼對吧 你這個騙子 你怎麼可能被關在這裡 你是皇子耶 你根本不在乎我們 你們烈火魔君 害死了我嗎 害死了所有我愛的人耶 嘿 這是我們的共同點 聽到諸客 同樣失去母親 凱塔拉 向諸客道歉了 對不起 只是 長久以來 我們只要提到烈火魔君 我就會詳情你的臉 還有你的巴 這我可以理解 這道巴 是一種詛咒 這也是我最近才了解到的 我應該 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命運 嘿 或許 我能夠幫你治療好他 凱塔拉 拿出了療癒神水 想幫諸客 治好臉上的傷疤 就在凱塔拉 緊張治療好諸客的時候 安趕到了 大伯 你怎麼跟神通王在一起 諸客 冷靜點聽我說 我認為時機到了 愛和大伯 要安還有凱塔拉 趕緊去救其他人 時機一到 他和諸客會去找他們的 為什麼你要幫助神通王啊 諸客 你不是從前的你了 你更堅強更自由 這是你人生的交叉口 你要做好選擇啦 你竟然跟愛和一樣叛國了 我給你機會 諸客 現在 你只要跟我合作幹掉神通王 你就可以奪回你想要的一切了 父王對你的信任 還有榮譽 我們可以聯手打倒神通王 光榮的胡道利火國 這就是你要的吧 父親的愛 是你最想要的吧 很遺憾的 經過了天人交戰 諸客 最終被亞蘇拉說動了 他跟亞蘇拉合作了 兄妹倆 開始攻擊 安和凱塔拉 面對蠢精雷火 儘管安用水晶保護身體 但他還是倒下了 他知道 不能夠留凱塔拉一個人對付兩個陣火神通高手 他不放棄的站了起來 但很遺憾的 被亞蘇拉控制的禁衛軍也全部到齊了 想要在這裡殺出生路 安想要保護他愛的人 只能夠進入神通王顯靈模式了 安跟凱塔拉告別了 他決定在這裡開啟第七輪 天師輪 他放棄了牽掛 放棄了凱塔拉 進入了神通王顯靈模式 一股巨大力量湧現 安準備發光打倒所有人 但在劇情階段 反而讓亞蘇拉找到機會 使用純青雷火 致命的攻擊了安 安倒地了 心跳完全停止了 大波逃出了水晶 使用渾身解數 拖住了敵人 讓凱塔拉還有安離開戰場了 如果在神通王顯靈模式下被殺死 不只是安會離開人世而已 神通王的輪迴也將會解除 難道安 真的就這樣離開了嗎 別無他法 凱塔拉拿出了帕古大師 給了神靈水 治癒了安 安很勉強的 撿回了一條命 打敵王呢 雖然 被蘇卡還有達弗給拯救了 但沒有王的皇宮 只有被佔領的份 糟糕 就連全世界唯一的一片淨土 霸心塞都淪陷了 雅蘇拉帶著諸克回到利利活國 諸克得到了想要的榮譽 還有父親給他的尊重了 全世界都認為神通王已經死了 第二季在這裡畫下句點了 天啊 太可怕了 沒想到霸心塞 竟然是個充滿假象的理想國 這季的故事 也終於完全展露了雅蘇拉的實力 百年都無法被攻下的霸心塞 雅蘇拉從內部滲透 成功攻下了 他的戰力非常強 心機也夠重 非常懂得操弄人心玩弄政治軌跡 能夠以攻下八星賽 加上殺死神通王的榮譽 回到獵火國 雅蘇拉幾乎可以百分百確定 他會是下一任的獵火王了 但雅蘇拉竟然把殺死神通王的功勞 交給了諸克 他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他又在打著什麼樣的算盤 就讓我們下集繼續期待吧 故事終於要進入第三季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的粉絲就按讚 想贊助本頻道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給我一個超級感謝喔 那麼我們就下集見了 掰掰